刚从巴黎奥运会离开 回到日本的早田希娜 居然在接受采访时 透露要去参观路尔岛的特工资料馆 支揽特工和平会馆 一时间舆论四起 尤其是令中国网友们怒火冲天 瞬间就把早田希娜给推上了热搜榜 这么些年来 国拼一直对日本国拼心存友好 比如早田希娜一连16场对决都输给了孙颖沙 早田希娜一度被咱孙颖沙给打哭 但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 孙颖沙都会上前去好心安慰和鼓励 本以为能够真正建立其友谊 但谁又曾想早田希娜居然是一个两面之人 此次结束巴黎之行后 居然在日本国内大放厥词 完全没有一点顾及中国网友的感受 因此早田希娜话语刚落 孙颖沙樊振东等人 纷纷在第一时间取关了早田希娜的微博账号 这一点孙凡两人的做法值得我们点赞 因为在原则问题上不容有失 受早田希娜不当言论的影响 很快网友们又扒出了石川家纯 居然也是隐藏了另一面 在巴黎奥运会之前 她居然和张本志和一起献身东乡神社祭拜 两人还开心地留下了合影 至此 早田希娜张本志和石川家纯彻底算得上臭名远扬了 至少在中国网友心中已无法接受这三人 此前 石川家纯在巴黎奥运会上可谓出尽了风头 赢得了国内网友诸多的同情 因为他对马龙的钟情感动了无数人 如今 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好感全部被抹去了 有网友喊话刘国良 千万别再做烂好人 别搞什么养狼计划了 乒乓球没有国界 但是乒乓运动员是有原则立场的 不能再做南郭先生了 尽管石川家纯对马龙真情一片 但在立场问题上坚决不能容忍 石川家纯的举动估计也让马龙大为失望 果断取关了对方 而石川家纯反应还算另门 居然在第一时间关闭了微博账号的评论功能 可见他也关注到了网上的舆论 如此一来石川家纯和马龙恐怕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毕竟咱国平队员皆有一片爱国之心 历史屈辱不能忘 而最令中国网友们不解的是张本志和了 明明是一个规划人员 他本就是炎黄子孙 居然还真把自己当成了土生土长的日本人 公然去祭拜东乡神圣 虽说体育无国界 但运动员有国界 在大是大非面前 运动员们的选择彰显出他们的爱国心 为正义爱国的莎莎和樊振东 马龙点赞 咱家孩子眼里不容沙子 一点点瑕疵都不行 马龙四季奥运夺六斤 背后有妻子下路默默支持 曾与日本乒乓球星石川家纯撰飞文 马龙大方回应 但坚称与妻子感情坚定 如今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今年奥运会上 马龙的表现真是抢眼 参加了四季奥运会的他 一共拿下了六枚金牌 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人 无论是心态能力还是毅力 他总能保持最佳状态 在赛场上 他不仅能及时给队友加油打气 还能在暂停时给出最恰当的战术指导 简直就是队伍里的坚强后盾 这次奥运会 他又一次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同时也让大家发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 不过 他的成就不仅仅来自于个人的努力 还有一个人默默地陪伴和支持着他 大家只看到了他在领奖台上 意气风发的样子 却不知道他背后的光环里 还有一个女人的身影 正是有了他的支持 马龙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当年 马龙还是个被称为安山小马的小伙子 在乒乓球坛有过辉煌的时刻 也经历过低谷 当他处于低谷时 妻子下路陪他度过了八年的时光 两人一起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嘲讽 最终马龙重拾信心 重回巅峰 然而 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的婚姻却遭到了不少争议 尤其是因为一个日本女孩的出现 让许多人对他的感情生活持保留态度 这个女孩名叫石川佳淳 她是日本乒乓球队的天才少女 14岁时就打入了女单四强 创造了历史最年轻的记录 后来 她又赢得了许多国际比赛的冠军 在乒乓球谈颇有名气 2015年 石川佳淳遇到了马龙 她多次表达了对马龙的好感 面对这位日本选手的痴迷 马龙的回应却让人大跌眼镜 这也让她的婚姻备受争议 马龙大方回应了日本乒乓球星 石川佳淳的识爱 这下网友们都炸开了锅 石川佳淳被马龙在赛场上的英姿迷倒 当被记者问及想和谁搭档双打时 她害羞地回答 马龙 安山小马得知厚礼貌的回应 我对石川佳淳的印象非常好 有机会的话 希望能一起合作 这番话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能得到马龙如此高的评价 说明石川佳淳确实很优秀 但网友们的反应却有些微妙 有人认为马龙说的合作 可能是想进一步发展两人的关系 这种说法一经提出 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紧接着 关于两人之间的绯闻 以及马龙和他的妻子下路之间的不合撰文 开始满天飞 甚至在今年的奥运会上 石川佳淳依然对马龙念念不忘 今年 石川佳淳转型做了媒体工作 在乒乓球女团比赛结束后 她采访了陈梦 孙颖莎和王曼玉 采访结束后 她特意拿出几枚奥运徽张 送给三位运动员每人一枚 还特别留了一枚给陈梦 让她帮忙转交给马龙 听到石川佳淳的话 陈梦笑呵呵地答应了 说会替马龙谢谢她 这一举动让人感到惊讶 看得出来马龙在石川佳淳心中 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也因此 马龙的妻子再次受到了关注 有的网友好奇地问 马龙的妻子会不会因此吃醋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早就已经有了 九年前 当石川佳淳和马龙的绯闻 闹得沸沸扬扬时 马龙没有选择回避 反而发布了一条微博 配上了她和妻子下路的照片 写道 八年不易 我们很好 这八个字展示了两人坚不可摧的感情 并明确告诉外界 她生命中的唯一就是下路 当初大家不看好她们的感情 主要是因为两人身份上的差距 那时的马龙已经是一位国家级运动员 而下路虽然是个学院派 温婉美丽 但两人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毕竟 一方是国家运动员 另一方只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 这种身份上的巨大差异 让外界对他们的恋情持保留态度 但马龙第一次遇见下路就被她吸引了 并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尽管当时两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在不同的城市 不得不经历异地恋 但在真爱面前 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 自从龙队在伦敦奥运会上摘得金牌之后 她与下路的关系步入正轨 随后的日子里 下路选择成为全职太太 支持丈夫的事业 有人或许会觉得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对于像龙队这样的顶级运动员而言 频繁的国际旅行已是常态 如果伴侣同样需要四处奔波 那么家庭生活的稳定性就会受到挑战 下路选择留在家中 给予了龙队极大的心理支持 让他能够在赛场上全力以赴 这种牺牲也让他们的关系更加坚固 即便是在龙队遭遇职业生涯低谷的时候 下路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不断地给他鼓励和支持 如今下路成为了龙队背后最坚实的支持者 两人育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模样在照片中展露无遗 龙队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和执着 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的时代里 能够坚守内心的信念并不容易 但龙队做到了 与此同时 下路选择在家照顾家庭 也证明了他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对于龙队 石川家纯更多的是怀揣着敬仰之情 毕竟 谁不喜欢看到安山小马在赛场上那股斗志昂扬的样子呢 六边形战士的称号可不是空穴来风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是否还能在洛杉矶的赛场上再次目睹他的风采呢 一颗小小的乒乓球曾让中国拿到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促进了中美建交 使中国在乒乓球世界国际赛事上成为金牌数最多的国家 如今 东京奥运会上 在乒乓球男子单打的比赛中 国家乒乓球运动员马龙让中国再一次获得金牌 成为世界冠军 2003年 年仅15岁的马龙出现在了乒乓球国家队的名单上 这个消息一出足以让以前看不起他的人震惊 马龙却笑了 他没有辜负关安华的期待 如愿成为了乒乓球坛中的一员 时间没有亏待马龙 曾经的念念不忘 经过沉淀 便会必有回响 在国家队的日子里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最早到最晚走 有一次马龙的父亲千里迢迢来看他 马龙当时一直在训练场上加练发球 一个 两个 三个 马龙全神贯注着 加快手中的速度 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马龙的父亲也不说话 就静静地看着他的儿子训练着 眼睛里满满的欣慰 几个小时过去了 马龙停下了发球 慢慢转过头 看着一旁的父亲 两人相视一笑 马龙正是因为如此的专心致志 浑然忘我 才让他在国家乒乓球一二队升降比赛中 以第二名的成绩成为了一队的一员 自此 马龙开始参加各种比赛 在比赛中展现出了他应有的实力 2004年 马龙获得世界青年锦标赛单打冠军 一时间 很多人开始好奇他 这也让16岁的他第一次站到了聚光灯下 懵懵懂懂 不胆怯却不说话 紧接着 雅典奥运会开始在即 这时候经过队员们的商量 先暂时不让马龙参加下门的封闭训练了 马龙心里开始有点不平衡 他很想去参加训练 看看比他厉害的人是怎样进行训练的 当马龙的教练意识到这件事情后 教练让他做出选择 是选择和北京队打比赛还是进行集训 他经过思考后 选择了集训 在集训期间 马龙的教练很是照顾他 给马龙做饭煲汤 让他养好身体 就这样 马龙一边养伤 一边参加集训 度过了很长时间 教练的行为让马龙都看在眼里 他让自己适应在受伤情况下进行训练 没想到集训期间 他打了各种比赛 都拿了冠军 后来马龙在全国锦标赛上 与乒乓球界的顶尖选手进行比赛 虽然败给了王立琴 但是他在养伤期间 却打出了自己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随着马龙的成绩越来越惊人 他就这样被荣耀光环环绕了两年之久 但是2006年 他开始渐渐开始有了胆怯之心 有了想要逃离的想法 这一年 首先是他在布莱梅世锦赛团体赛的大循环中 虽然拿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但是他却因为扭伤了脚被骂了 当时的马龙从赛场上 一拳一拐地走到了一个墙角 直接坐下 看着自己的肿得很厉害的脚踝 一阵阵的难受 有种想逃的冲动 这时领队刘国良走了过来 马龙听到了动静 抬头看着刘国良 以为领队会安慰一下他 没想到刘国良对着他一阵训斥 你的脚虽然受伤了 但是你的手没有啊 你的脑子也没有 你还可以接着打啊 马龙清楚地明白 在中国乒乓球界有很多运动员脚受伤了 也依旧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拿到了比赛 但是教练的一番话还是让他觉得委屈 他说道 我也想好好打啊 可是没办法 球就是没有进 后来 马龙还是在队友老师的帮助下 渐渐找到了最佳的状态 赢得了比赛 其次 这一年 张继科重回国家队 仅仅用了一年多 就拿到了个人的大满贯 这让马龙感到了危机感 不仅仅是张继科带来的压力 还有他自身也开始频繁输球 想找到突破口却无能为力 他每天都在拼命地练球 教练给他的任务 他就尽心尽力地完成 他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乒乓球 有一种近乎其他人不能比的执着 可是 面对如此强悍的对手 他的心态紧绷着 用训练麻痹自己 看似有了效果 但是在2014年世界杯 还是输给了张继科 2006年到2014年 八年的坚持 就这样毁于一旦 当比赛结束 他默默问自己 到底怎么了 心态的崩溃让马龙难以适应 他开始让自己心态放空 训练之余 他也会去各种街边河边走走 生活一天天过去 马龙发现自己竟然好多了 不再因为对手的强大而惧怕 也不再因为一场比赛的失败而悲伤 他真的成长了许多 而属于他的时代也在悄悄地来临 2015年世界乒乓球大赛 他沉着冷静 运用自己擅长的分析赛场形式 成功取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男单世界冠军 在这一年 距离礼乐奥运会仅仅一年之隔 后来的礼乐奥运会 在男子单打的决赛中 也属于马龙与张继科的较量 这一场比赛 马龙赢了 这样的结局会让人唏嘘不已 但是看到马龙的坚持与努力 才知道马龙是值得的 对于马龙来说 张继科既是他生活中的队友 更是他在黑暗中 鞭策他前行的一盏灯 当荣耀满载而归时 剩下的就是一身的伤痛